像我一样的兔豆小宝贝 注意咯 看看今天的食材 除了蜂蜜都是黑的 500克的黑芝麻 200克的黑豆 还有200克的黑米 下水洗净 小火慢慢地炒干 直到听到炸裂的声音 记得不要一股脑地倒下去一起炒哦 因为每一栋需要炒干的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放进破皮机里打碎 记得要少量多次 要把你打着打着就要摇一摇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 黑芝麻打着打着就会出油 所以记得要摇一摇 不要加水哦 最后把香肾和黑口气一起打碎 锅中加入蜂蜜 煮到冒小气泡的时候关火 倒入线前打好的粉末 反板均匀 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黑 在搓成圆球之前要先捏紧 这样戳出来芝麻碗才会光滑 油光发亮 锡纸剪成小块 把黑芝麻碗包起来 这样戳出来的黑芝麻碗 大概可以密封保存四个月 每天来一颗 不准了图头小宝贝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